網友對三國對歷史 完全是顛倒扭曲了 趙子龍是幫劉備打天下 我是用這個來比喻 選舉我可以衝鋒獻政 為我們友宜兄打天下 打下來當然是他總統 我講實話 我這個心裡是為自己則死 既然同友宜兄能夠這樣 邀我一起來選舉 我跟各位講兩肋插刀 致死無悔無怨 真的是這樣 副總統就是備位這麼清楚 你民進黨是不遵守憲法是不是 趙子龍當然是為劉備來打天下 趙子龍怎麼是為了劉善打天下 我很了解分寸的 不要來挑撥 不是只有漂亮 乾淨整潔 支持著來運動大戰侯友宜 把五股垃圾山翻轉成下綠地 站在一旁的副手趙少康也不禁佩服 我以前做過環保塑葬 拿出超大看板 把三人市長政績比一比 後方明代里長站一排 侯友宜大打政績牌 強調兩人都是有魄力 趙少康就稱自己是侯友宜的趙子龍 但這說法就被綠營解讀 難道是侯友疑是阿董嗎 我非常有自信 趙少康非常有能力 強加強就變成強強聯盟的強強棍 網友對三國對歷史 完全是顛倒扭曲 趙子龍當然是為劉邦 為劉備來打天下 永遠是老大 是總統嘛就是這樣 我很瞭解分寸的 班出歷史直言是被扭曲 趙少康強調自己做是副手角色 只是侯友宜進來不但被抹紅 就讓他自曝 民進黨還曾經 想挖腳踏當台中級嫁義現場 別人想重用我 讓我為國家為人民做事 我都心誠感染 侯友宜的人格不可以侮辱 侯友宜也在批賴清德 要他放棄台獨黨綱 賴清德就是造成國安危機 最大的引戰者 有捕手趙少康在旁 侯友宜態度鬆猛 先把兩岸這體的發球權拿回來 TVB的新聞 終於倫理一節連續在S12組 新北查報導